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男主设定泡汤 曝冰玉火过审城难题 前者戏份或删减 冰玉火是当下最受瞩目的待播剧之一 精修打磨的剧本和靠谱的班底令奇早早就被芒果台预定上星 而强大的老戏古阵容加上王一博陈晓的强强联手 更为这部剧增加了很大的可看性 优酷在拿到成品后 对该剧的评级是S++ 作为一部主打口碑且题材新颖的警匪剧 获得这样的评级足以说明该剧的质量如何 不出意外的话冰玉火甚至可能成为让陈晓翻红 王一博成功转型的大作 可以说无论是平台还是演员 都对该剧寄予着极大的期待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为波鲜火的剧 却因为题材敏感而迟迟没有与大家见面 让人不禁有些觉得可惜 本来按照芒果台的原计划 冰玉火应该在今年4月份就播出 并且排期在余生之前 可是如今余生已经定当 而冰玉火却仍没有要播出的迹象 近日 有消息趁该剧的过程已经成为了困扰剧方的难题 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得删减王一博方的戏份 以便能够顺利播出 而众所周知冰玉火是一部双男主剧 本身从备案来讲戏演就在陈晓那个角色身上 王一博虽然有单独的线但并不出彩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删减王一博的戏份的话 那么陈宇这个角色的男主设定还能站得住脚吗 恐怕最终播出后的效果也会如配角一般吧 陈晴岭中王一博就是吃了戏份和设定的亏 明明是双男主之一却总被误认为男二 不过或许剧方能想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吧 之前也总有消息说陈晓的戏份会被删减 可最终却也得到了保留 而且就算最后的结果强差人意 以王一博的演技和个人戏粉能力 最终这部剧里最出彩的角色也未必是男主 大家希望看到冰玉火播出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